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过由于今年anyfest 2021的购票情况实在太过热烈 我相信有很多弟兄即使是入场看了一点都好 都没办法尽难每一套佳作 有见及此 其实早在anyfest 2021开幕之前 Connor就已经和movie movie 交好了 将会包两场特别场 举办一个名为the acts of condition的电影观想活动系列 让大家都可以有机会参与今年的anyfest 而参加方式等等的详情 让我留在片尾再说 今次的the act of condition 我一共就选了两套作品 两套都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佳作令 但外面大家在入场之前 对这两套作品所说的东西一头无水 因此我就会一连两集 先行和大家简介一下我为大家挑选的两套作品 而第一套我要讲的就是来自俄罗斯的动画电影 由俄国动画大师哥山洛夫斯基 好时接近半个世纪制作的动画电影 The Knows or the Conspiracy of Mavericks 被指史太林与异见者之歌 这套动画电影其实我之前已经看过了 而我的感觉就是这套被指史太林与异见者之歌 是一套史诗式级别的动画电影 原因就是因为如果你对俄罗斯文化有些认识的话 你入场看这套电影的时候 你会见到满眼都是俄罗斯文化的彩蛋 可以说是俄罗斯文化彩蛋合集来 剧情其实就是改篇像俄国大文豪 果哥里的短篇小说作品《被指》 和俄国著名作曲家 肖士塔高维奇的同名改篇歌剧 以极具想像力的动画手段和不同的符号 拼凑出20世纪早期 苏联的政治社会生态 里面详细的情节和形式就不说了 留给你们自己看吧 不过这套电影有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不太熟悉俄罗斯文化的话 你真的会很容易看到一头无水 由里面所提及的东西 对于香港人来说可能都是比较陌生 所以接着下来 我将会列出十项 你入场看这套《被指》 史塔林语異见者之歌之前 需要知道的东西 让大家可以尽量明白 究竟这套电影里面 所呈现的东西和彩蛋是有什么意思 说到《被指》 要说的当然是《被指》的起源 俄国文坛巨像《果歌里》 尼古拉果歌里 生于1809年4月1日 来自一个哥萨克家庭 果歌里可以说是19世纪上半部分 俄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 劇作家以及思想家 他自小就很喜欢文学 也深受启蒙思想的影响 他继承了俄罗斯文学之父 之称的普希金的精神 用他的创作开创了新的走向 令俄罗斯文学走向独创性和民族性 其中最著名的作品 莫过于《一面世》就震撼了整个俄国文坛的《死云龄》 而他活跃的年代也被称为《果歌里》时代 《果歌里》中其一生 都是一心希望改革 因此他的作品 是第一批揭露俄国社会中 容族和罪恶面目的作品 《果歌里》的作品 是有着华丽生动的散文风格 而他也同时将社会现实的丑恶 和諷刺幽默相结合 以至他的作品都充满着怪异和幻想 例如在《死云龄》的第一卷中 他就揭露了龙老祭时代 俄国社会的黑暗和官场的丑恶 因此 《果歌里》受到不同时代 不同流派的作家奉之为秘祖 例如他就被称为 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奠基者之一 也是自然派的创始人 因此在很多他身后的俄罗斯文学作品之中 都可以找到他的影子 在讲完《被子》原著的创作者之后 当然就要讲下改篇《被子》做歌曲的创作者 被认为在俄罗斯捷查克夫斯基之后 另一位音乐巨像 萧士塔高维奇 萧士塔高维奇生于1906年9月25日 蘇联时期的俄国作曲家 我想大家不多不少都会听过他的作品 例如王子华在1997年的洞督少 《秋前算账》中 在他讲出了《全港市民热烈恐惧》之后 当时《被子》的音乐 就是萧士塔高维奇的全世之作《第二原母曲》 萧士塔高维奇是一个中产家庭长大 他对音乐的认知就是类似同样都是音乐家的妈妈 在八岁的时候他就开始跟他妈妈学习钢琴 而他就好像天才一样 很快就已经可以用音乐来描维出身边的景物 他的作品融合了后浪漫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的风格 但同时也有着20世纪的特色 不过要讲到他最令人动容的故事 不是类似他音乐里的故事 而是他人生的经历 萧士塔高维奇因为他的才华 即使在苏维埃政权的专制管治之下都得到过不少的荣誉 但是就因为他的作品 和当时的史太林主义和官僚作风有所冲突 所以他的作品一度是被禁止演出 可以说是在史太林时代受到迫害的创作者之一 但亦都因为他和苏维埃政权苟前不清的关系 令到他作品的艺术性避受质疑 引来不少的争议 在世人眼中或者他是狗扯偷生 但在他的心目中 可能他只不过是一个被政权玩弄的创作者 就正如他晚年形容 等待猖獗 是一个折磨了他一世人的主题 在说了两套《被子》的创作者之后 我们就真的要来说一下《被子》是一个什么故事 《被子》这个故事是发生在《被德堡》 住在《玉之涅仙》大家的发型师伊凡 在一个平常的早晨中醒来 他的四周围都离曼着焗面包的香味 但是在他早餐吃面包的时候 他就发现他的面包里面居然有一个人的鼻 而同时在城市的另一面 八等文官《阿凡尿夫》就发现他的鼻不见了 后来又见到自己的鼻 穿着五等文官的制服四周游荡 到最后这个鼻又不知为什么 突然回到自己的面上 没错了 整个故事就是这样了 是不是觉得很怪异呢 而这个就是果哥你的特色 他就要令到你觉得怪异 从《阿凡尿夫》脱出来的鼻 他的活动几乎就好像《阿凡尿夫》分裂出来的自我一样 保留着他的性格特点 例如傲慢自大 依仗官威 轻押弱小 但没了鼻的阿凡尿夫 就失去了他可以做的事 例如参加不到社交活动 而在追尋自己鼻的途中 亦都被市民嘲弄 可见这个故事 其实很明显地批判俄国官尿的作风 顺带一提 俄文里面的鼻子 倒转来写 就是俄文里面的梦 记住这个位置 对你理解这套戏会有莫大的用处 讲完备 就要讲一下这一出由萧士塔高维奇写的歌剧 《穆森克斯郡的马克白夫人》 在这部动画电影里面也有这一出歌剧的东西 所以大家都不妨可以了解一下这一出歌剧 《穆森克斯郡的马克白夫人》 是一出四幕九场歌剧 是由阿历山大普雷斯 连同萧士塔高维奇合写的 就是以俄国作家 尼古拉列斯科夫所著的同名中篇小说为难本 故事就是讲述一个孤直妇女 卡哲琳娜 深陷于她老公手下的一位工人 借以盖的爱情悬磨里面 但与原著不同的是 列斯科夫是将卡哲琳娜写成一个代落的女人 但萧士塔高维奇就将她写成一个聪明的女人 而她之所以要犯罪 是因为对她陷于无可奈何境地的生活作出的抗议 因而写成一出悲剧 虽然这套作品在早期是备受欢迎 无论官方、国内群众以至海外观众都很喜欢这套作品 例如在1934年首演的时候 官方当时的评价就是 在社会主义建设和党的正确政策下成功的结果 以及只有在一个有优良传统苏联文化下的苏联作曲家 才能够写出这样的作品 但在1936年 这套作品就成为了苏维埃政权 对萧士塔高维奇进行批判的工具 原因是因为在1936年的1月 史太林走了去看这部歌剧之后 就带发雷霆 大肆评击歌剧的内容 意识极度不良 完全不符合苏维埃音乐的标准 之后一天 苏联的官方媒体《真理报》出了一篇 名为《不是音乐是混乱》的匿名文章 斥责这出歌剧为低俗、粗皮、有如原始人般的行为 及后几天 《真理报》连续发表了多篇评击这出歌剧的宣传文章 就是这样 《穆森克斯棍的马克白夫人》 就在短时间之内被落画 亦都被禁止再作任何公开演出 连带萧士塔高维奇其他音乐作品也被禁演 而据传在《真理报》写下第一篇批判的始作俑者 就是史太林本人 这件事令萧士塔高维奇再没有写过任何歌剧 而《穆森克斯棍的马克白夫人》 亦都要在接近30年之后的1961年 才可以再度上演 顺带一提 如果对这篇小说或这出歌剧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先去看看在2017年上映的英国电影《马克白夫人的诱惑》 我想这是最容易接触到这个作品的方法 除了果果里和萧士塔高维奇之外 鲍家可夫可以是这部动画电影的第三位主角 鲍家可夫出生于1891年5月15日 是来自乌克兰基辅的一个俄罗斯家庭 他是俄罗斯文学史上另一位独书一次的重要作家 同时也被认为是魔幻现实主义的秘祖 在他的笔下 虚幻的东西就好像有着现实生活的一切特征 其中最出名的作品 莫过于《大师和马格丽特》 在这本小说中 他将多种不同的主题融会贯通合纵为一 展示了一种全方位的开放性概念 达到了讽刺文学 幻想文学以及严谨的现实主义小说的高峰 也都大大地影响了后来当代文学的倾向 即是展示了一种文学综合发展的可能性愿望 虽然鲍家可夫充满着影响力 但事实上他的人生一直都不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原因是因为他的创作屡屡被禁 由1927年开始 鲍家可夫的作品就被批评为严重反对苏维埃 因此在1929年开始 他的任何作品都无法通过审查 直至他过身那一刻 他的作品仍然被禁 而在1930年3月28日 贫困老到的鲍家可夫 就写了封信给史泰林 只是希望可以得到莫斯坊艺术剧院助理导演的职位 他当时就是这么说的 如果不能任命我为助理导演 请求当个再編的普通配角演员 如果当普通配角也不行 我就请求当个管剧母的工人 如果连工人也不能当 那我就请求苏联政府以他认为必要的任何方式 尽快处置我 只要处置就行 虽然史泰林到最后都有亲自打电话给他 也都安排了他去莫斯科艺术剧院 在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领导之下工作 但他在剧院的工作并不成功 结果也无法继续下去 而在鲍加河夫人生的最后十年里面 他就创作出大师和马格丽特 但就因为无法出版的关系 即是代表他的作品 不会有读者 不会有评论 也都不会有任何的回报 但他只能够透过写作 令到自己和现实之间 还会有着一种毫断思念的联系 强权之下文艺必定受压 但压力也不能摧毁全世之作 鲍加河夫写下大师和马格丽特 正正就是具有反抗强权的勇气 接着要讲的三样东西 亦都是与了解秘址 史太林与异见者之歌里面 某部分的形式概念有关 而这三样东西第一要讲的是艾森斯坦 是来自当时俄国拉脱卫尔地区的主义城市里加 他是被世人称之为俄国电影之父的苏联导演及电影理论家 原因是因为他将蒙太奇这件事的艺术性 真真正正带到一个新的高度 可以说是重新发明了蒙太奇这个概念 他的两套全世之作《罢工》和《波坦金战纜》 成为了蒙太奇艺术的革命性代表作 可以说是大大影响了后来西方的电影发展 要讲它有多大的影响 我们就必先要了解一下蒙太奇究竟是什么 蒙太奇 Montage 这个字本身是来自法文 是指将物体或者建筑物组装或者建构起来的意思 而当用在电影上的时候 其实只是一种电影剪接手法 以镜头的运用 镜头间的组接 或者场面和段落之间的转换 再加上聚述方式 时空结构 和声画的组合关系 带领观众跳脱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向观众传达更为深刻的思想 情感和艺术表现力 《梦太奇》的概念 是出自现代电影之父 大卫·玉克·格里菲斯 不过与格里菲斯 平衡推进式的平衡蒙太奇有所分别的就是 艾森斯坦创造出他自己对蒙太奇的理解 而这个就是源于一次的实验 有一天 有一个苏联佬就做了一个实验 他首先拍下了一个男演员面无表情的面部特写镜头 然后将这个镜头分别剪辑在食物 棺材和小女孩这三个镜头的前面 分成三条片 给了三组不同的观众去看 看看他们有什么感受 第一组观众看到男人面部特写镜头和食物之后 就胜赞演员的演技 说他的眼中充满了对食物的喝球 第二组观众看到男人面部特写镜头和棺材之后 也是胜赞演员的演技 说他眼中充满了对死亡的同情和悲痛 第三组观众看到男人面部特写镜头和小女孩之后 也是胜赞演员的演技 说他眼中充满着磁场的父爱 于是这位苏联佬就发现 一个镜头和不相关的另一个镜头 剪辑在一起的时候 是能够产出第三种行义 他发现无论是效果 还是情绪感染力方向去看 到远远超过原来那两个镜头就这样叠加 而这个苏联佬就用了他自己的名字 来明明这种心理效应 这个就是很著名的复收纳效应的故事 而这个就是苏职蒙太奇概念的起源 艾森斯坦参考了这个理论 他认为电影的意义不是在于一个镜头本身 而是在于镜头与镜头之间的冲撞 例如以看字来理解的就是 口、犬和鸟分别是代表三个字 但当口加上犬就会变成肺 又或者口加上鸟就会变成名 这种第一个意义再加上第二个意义 就会变成第三个意义的剪辑手法 就是艾森斯坦心目中的蒙太奇 用他自己的说话来说就是 两个蒙太奇镜头的对列 不是加和而是成绩 即是镜头的并列并不是简单的1加1 而是一种新的创作 1加1是会大于2 而这个就是他在1925年的创作 《波坦金战眼》里面 就有着一个最出名的段落 那个就是一个好例子 《波坦金战眼》是一套在1925年民宿的苏联黑白母声片 片场总共是75分钟 在上映之后就震惊了整个世界的电影界 因为它不单只是史上最伟大 最有影响力的电影的当年候选之一 而且也可以是蒙太奇美学的开山之作 电影就是讲述《波坦金号》的士兵 不堪长期遭受压迫和虐待 分而起疑 船上的军官全部都被他们丢下海 这个行动就得到了黑海沿岸最大的港口城市 奥德萨居民的鼎力支持和相助 之后沙皇就调动庞大的军队 屠杀奥德萨当地的居民 而这部电影之所以可以成为经典佳作 原因不是因为剧情 而是来自这部电影充分展示了电影镜头组织的巨大艺术潜力 其中最著名的段落就是奥德萨街梯 奥德萨街梯可要是蒙太奇运用最经典的范例 艾森斯坦就是运用蒙太奇展触成从不同角度反复拍摄这场屠杀的场景 在过程中插入了很多细节镜头 例如脚、面、枪和倒下的身躯 大大地扩展了这个场景的时间感 创造了一种新的电影时空和一种惊心动拍的艺术效果 奥德萨街梯这个段落可以分为四个部分 首先就是逃跑的第一部分在转眼之间 宽快祥和的形势就突然之间急转直下 音乐大变 沙皇军队屠杀群众 群众四散逃跑 这里总共有28个镜头 接着就是母子部分 一个阿妈抱着谁死的儿子向上 而手持降枪元级以下的就是沙皇军队 两者形成强烈的对比和冲突 这里总共有63个镜头 然后就到BB车部分 BB车沿着台阶下滑 但下滑的瞬间 整个下滑的过程就好像被人扯住扯住 好像怎么都去不到悲剧的尽头 这里总共有56个镜头 最后就是熊丝怒敲部分 男队开炮还击 同时也伴随着三只石斯的迅速剪辑 这里总共有28个镜头 奥德杰阶梯可以说是艾森斯坦的代表作 也可以说是蒙太奇剪辑手法的教科书 一开始是群众迎接胜利 然后突然之间楼梯后方的军队对民众进行为剿 无限伸延的楼梯在镜头艺术之下 构成了一种重复的动作 一个个生命被枪射中然后滚落楼梯 方大对屠杀的恐惧展现出一种隐喻 就是来自沙皇所代表的封建救势力的反扑 艾森斯坦这个段落的罪事核心 强调了冲突这个概念 而蒙太奇就为他带出了一种想象力出来 将戏中的思想、感情、动作、罪事和隐喻 融为一体 而这个就是奥德杀阶梯 请记住这件事到你入场看戏的时候就会用得着了 在讲完内容和形式之后 又来到艺术表现手法 所以接着来我将会跟大家介绍一种大家很熟口面 但又不知怎样称呼的艺术流派 先锋艺术 先锋Ovan God 又是来自法文 最初是指19世纪中叶 法国和俄国枉外带有政治性的激进艺术家 后来就是指各个时期 他有革身实践精神的艺术家 而今次我要讲的就是20世纪 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家的故事 俄罗斯先锋派艺术大多数都被认为是始于1908年 那时候也是俄国社会风起云涌的时候 而在接着来的九年里面 先锋派运动都以飞速发展 很多先锋派艺术家都以狂热来迎接革命的来临 而他们心目中的艺术思想和政治口号 就好像和革命互相呼应一样 因为新建立的政权是需要新的形象 要具有鲜明、鲜声夺人 而且要充满着面向未来的感觉 而这件事就和先锋派艺术的宗旨一拍即合 在革命之后的头几个月 先锋派艺术家参与了 慶祝苏联新节日活动的装修设计工作 例如在莫斯科和比德格纳各主要广场周围建筑物上面 挂上大型油画作为壁画装饰 而这些创作主要都是歌颂新的政治符号 和社会的新主人、工人和集体农庄的庄园 然后就是宣传 宣传工作就是制作印刷品 例如宣传画、杂志和书籍 先锋派艺术的立体未来主义、结构主义和至上主义 有着简单的形式和清晰的结构 因而非常符合新时代的要求 例如《尼西斯基》是1920年的宣传画 《红舌子攻打白军》 就是至上主义作品作为政治宣传的最好例证 另一个众所周知 新时代印刷的案例 就是亚历山大·罗琴科在1924年创作的宣传画 目的就是要呼吁人民要购买列宁格纳国家出版社出版的书籍 分割空间的特写镜头、清晰的全方位拍摄 以及影像对角线 就成为了罗琴科结构主义作品的代表作 令宣传画升华到成为艺术佳作 而大型艺术形式除了会影响人民之外 他们还会为其创造出一个全新的时角世界 令到人民的日常生活之中 都充满着现代化设计的日常用品 而这个就是苏联工业设计的起源 不过去到20世纪30年代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成为了当时社会的主流 相对于先锋派的视角冲击 苏联共产党以及当时造访博物馆和展览群众 他们所期待的再不是艺术的形式 而是一种可靠地展示英雄公职 伟大领袖以及光明社会主义世界的艺术作品 所以30年代出现的那堆领袖画像就是这样而来 而在史太林领导之下的苏联共产党 对于他们来说 先锋艺术那种充满想像和精神活力的艺术风格 根本毫无意义 因此在1932年 苏联先锋派艺术家团体被勒令解散 而这个亦被认为是俄罗斯先锋艺术的终结 这次取代所有画家协会的禁令 为当时俄罗斯的艺术多样性画下了一个句号 而在四年之后 反对形式主义的批判斗争就开始了 而这个亦对所有剩下的先锋派艺术家赶尽杀绝 综合以上九点之所以会令到俄罗斯文艺界出现如此浩劫的原因 其实都是因为一个人 而他就是苏维埃政权第二代领导 约瑟夫·史太林 在他在位期间所奉行的 就是恶名超章的史太林主义 史太林主义 简单来说就是指史太林三十年在位期间 按照他的思想理论所建立的社会主义政治 经济、思想、文化的体制和运行机制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社会主义国家 通过广泛的政治宣传手段 建立起围绕着某一领导人的个人崇拜政治氛围 以至来保持政府对全国人民的政治引渡 首先就是高度集中命令式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 就是以国有企业为代表的全民所有制 以集体农庄为代表的集体所有制 工业发展强调重工业发展 特别在国防工业上面 另外就是实践高度集权的政治制度 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 权力高度集中在党中央最高机构的政治局和书记处 党政合一以及党国合一 杀行不受法律限制的无产阶级专政 由上而下的干部任命制通过垄断国家机关干部人士任面 直接发布政令管理国家事务 之后当然不少得的就是文化思想的专制统治 党政府严格控制和官方思想相左的思想 并全面掌握思想文化领域的管理权 对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集中领导 党和国家的宣传教育部门 对思想文化产品实行严格的审查和管制 要求全党和全体国民在思想上和政治上 都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最后就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暴力 清洗和流放去西伯利亚食兵 而究竟在史太林的时代 苏联佬的思想是如何备受限制的呢? 例如在1928年 党中央委员会颁布了法令 要求文学必须为党的利益服务 当时史太林认为 作家的任务是在革命的发展之中 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 结合社会主义精神 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 而文化必须要有倾向性 有党的思想 有乐观主义和英雄主义 也要有革命的浪漫主义 描写苏联的英雄 只望未来 而批判这些意识形态的标准 完全按照着史太林的理论来做 因此在那时 史太林仿佛就成为了真理的化身 思想的全员和理论的唯一权威 苏联的文艺界按照着史太林的要求 发起了一波又一波的批判运动 裁决了一场又一场的学术纷争 在众多的纷争之下 令到史太林理论观点 在当时苏联的思想文化领域里面 有着绝对的权威和垄断地位 例如苏联思想文化体质的特点就是 权力越大越有真理 而最高领导就是全知全能 可以垄断一切真理 同时也只有官方的学派和流派 禁止其他不同派别的存在 而如果有什么问题 就会批判 令到批判成为了领导思想文化的主要手段 权力越大的人 就越有资格批判其他人 这个就是这一套戏里面 几乎所有人都面对过的残酷政治局面 不知道大家是不是突然间发现 真是很贴身呢? 不过怎么也好 在很轻轻地跟大家说过一下 以上这十样东西之后 我相信大家都具备 最基本的知识入场看这一套戏 所以也是时候跟大家 讲解一下整个活动的详情 在未来的7月4日 星期日的下午5点25分 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第一次CORNA 电影观赏会活动 The Act of Condition 在这次的活动里面 我们将会和大家一同观赏 这一套秘址 史太林语二见者之歌 同场还会有香港沙瓦斯 海潮在第八届动画支援计划的得奖作品 他妈的人生 而在电影播放完之后 也会有由我米家和大家讲两句的影后座谈会 节目这么丰富 我想大家都很期待很想参与其中 所以我会将买票的连结 放在下面的简介和置顶留言 那里 又或者你们可以直接上store.conar.com 买都没问题 每张票120元 每人限买两张 或位方面就将会由我们为大家处理 一如我之前所说 The Conar每一次活动都会有特别的纪念品送给大家 今次就为大家带来一张精美到可以用来做书签的纪念票 和一张同样都很精美的The Act of Condition 01的海报 这里加上的所有东西 每张票都是卖120元 简直是食无米粥的极致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 被指史太吟与异见者之歌 可以是习哥山洛夫斯基一生创作精神及技术大成的作品 而他已经81岁了 这部动画电影也很大机会会是他最后一部动画作品 因此可以有机会欣赏到苏联红色极权时代 一直熬过来的创作者的作品 或者都是一种为自己做好心理准备的方式 我想在现在这个世代 去了解二文艺是如何对抗极权 过中又会遇上什么血泪交织的经历 就是最合适不过的时候 不知道你们有准备好吗? 我是米家 希望到时可以见到大家 感谢观看 您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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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